青春期是美好的,但是在青春期的时候,也会暴露出很多的问题,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叛逆,并且无知又无味,所以他们会干出许多冒险的事。 这就需要家长对青春期的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和安全保护,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无关,小王将这些情况反映了之后,气冲冲地要求游泳池,赔偿小王女儿的精神损失费,以及住院费等等一些费用,加起来的一共25万元,经理进来之后相当迷惑,也却说小王,所有的人都来这里游泳, 同时来游泳的人,当前都没有反应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那为什么只有你的女儿会有这种反应呢? 又况且,游泳馆是正规的,水资可以得到保证的,所以你还是回去,弄清楚情况的再来吧。 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无关,为了得到进一步证实,小王回去给女儿的班主任打了电话, 班主任说,最近她女儿表现得非常的不好,并且经常跳课,又去问小王女儿的同学。 同学们也摆音说小王的女儿,经常下午不能上学,而是去和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在一起,两人还说每天都在一起约会。 小王听了之后,气得都要打女儿,图片来源网络与本文无关,小王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, 所以她没有办法再拿着母亲了,只好承认说是和那个男生有了关系。 但是小王的女儿很快就表示,以后再也不和这个男孩子来网了,而且小王的女儿还很主动地说明了这一切,并且报了警。 小王很快带着女儿去做了堕胎手术,并且南方的家里也愿意承担小王女儿的损失费六万块钱。 所以一方面女生们一定要有安全意识,另一方面,因为孩子还小,心智并未完全成熟,对于很多事情都缺乏一个正确的认识。 作为家长要加强防分意识,平时及时和学校方面沟通,关注孩子的异常情况,在必要的时候要给孩子及时做好心理上的疏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订阅本频道,订阅更多相关资讯。